所以当我脚走的时候,我的重量有种感觉是 滑下去 但是你看,我落脚支撑的这一下 我的右边的胯并不是关上或者是打开的 它就是自然的状态 就是当前脚落下去,胯是自然的状态 但是当我的左脚脚跟一落 我的右边的胯就要推动地板 先拿起来,然后转动它 看清楚啊 先带着我的身体重量,同时前进落根 然后右边的胯就要顶 顶 然后把重心推满在前面 再拧转我的盆骨 这个时候胯骨不要更多的,超越它 对不起,太多了 不要超越它,确定自己身体垂直 右边的胯骨顶起来,转换你的盆骨 这个时候,你右边的肩膀 因为刚才推上去的时候,它是压着的 对不对,然后呢,我要继续保持这个状态 让我的右边的胯先推动 然后当我的胯骨往左侧旋转做挤压的同时 我的右侧的身体要往后压 注意看啊,推动 拧转胯,看我的手 我的手,我的手键做得很明显啊 往下,往后压 让身体产生一个对抗的姿态 OK?也许我们这个姿态看的不是很常见啊 就是说,有这个过程吗? 我平常跳舞的时候没有看过这个过程啊 OK?它是过程,所以速度很快 我们连起来看啊 首先,挤压沉降 去 结束 看到吗?它就是这么揉过球 所以身体的对抗 来源于手臂上下的一种 圆润的一种空间感 所以刚才第一步我说 我的右手打开的时候 我的外侧有个空间感 然后你就要一直保持这个空间感 这个空间感不能够输 各位看啊,就是当我的手臂被拉起来 架起来的时候,它是有空间感的 但是如果当我的大臂的力量放下来的时候 我的空间感就荡然无存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最基础的一种框架 你先要让你的身体的框架 先拔起来 保持好这个框架 然后框架不掉的情况下面 肩膀转动 手臂是不能够因为肩膀沉降 放下来的 不,你要保持住它 所以这个地方顶住 顶住它以后 沉降你的肩膀跟跨了 所以身体会产生一个对抗的力量 然后输脚前进的同时 我会让我右侧的手臂 更多的往前送一点点 然后呢,右边的盆骨 拧转它 再往前送 反伸 就形成了刚才 看到 我们身体拧转现在这个姿态 就产生了这个效果 然后这个效果以后呢 我要落后脚的脚跟 然后同时伸直膝盖 记住 同时 不要一 二 不 它要一边落脚跟 一边伸直膝盖 同时右侧的跨转回去 试一下 就是落的时候 一边落脚跟 一边伸直膝盖 一边把重量推回去 所以 我的后退的时候 我是落脚跟的同时 看啊 伸直膝盖同时 前脚也在推动 所以几乎双脚同时 用力产生这个支撑的效果 而这个支撑的效果 帮助我的身体平衡 所以我一边推 我的身体一边 肚子这一块 吸收它 提起来 让我的身体保持这个高度 所以我可以挤压完 落脚吸收 站起来 再来一次啊 2 and and 3 推回来 不要2 and 3 你看有个断点 发现没有 那伸直膝盖这个延续就没有了 你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们 你们可以站着试一下 就是挤压完棚 刚才我说的这个大的 拧转完 然后顺着往左侧转的这个胯 现在不是要往右了吗 让右边的脚落根伸直的同时 右边的胯顺着这个力量 同时前脚推动地板 一边转 一边推动地板 然后呢 转完推动地板同时 看着我肩膀 因为刚才在这 然后呢 我右边的胯骨落根的时候 我的右手压肩往前送 压的肩膀往前送 拉回来 那这个时候我就平衡了 我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颤抖跟晃动 看到吧 OK 就不会有一个什么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这就不太好 OK 圆润协调 要看上去非常的丝滑 那么这个丝滑就来源于 怀关节在地板上的一种重量的掌控 就我在 天主弹的后脚落根的时候 我尽可能地让自己不要咯噔一下 我用我的怀关节控制住我的身体重量 拉伸我的重量 来移动回来 好 当最后啊 我们有些时候啊 看到刚才我动作 有点脱脚 就是当我的右脚落根重量推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完全让我的重心去到后面 那怎么办呢 我就需要我大腿内侧的力量 跟我核心的力量 吸收回来 把我的重量给是吧 吸回来 注意看 落根吸收 然后再收脚旁边 所以你们在比赛之后 看到很多选手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吸收 它的核心的力量产生一个效果 这个不是 吸收不是光肚子啊 你们可以真的吸吸气 OK 就是你把那个气 缩起来 像缩面条一样 就是挤压完重量 推动以后 像缩面条一样 把这个力量缩回来 OK吗 如何站稳 这是一个 怎么讲 平衡 比如说我右边的脚落根的时候 我现在右侧身体往后 裂过去 就很容易站不稳 或者是左边的脚 推动完重心 拉不回来 不协调 也很容易站不稳 OK 所谓的平衡 就是要确定自己单腿站立的时候 不是在脚掌上 看到我的重量 这样子是很难站立的 我要把重心微微的回调一点 确定站在我的垂直线上 然后你第一个要检查自己的肚子 还有就是屁股 怎么办呢 肚子往里 屁股也往里 那就会这样子 看 它会这样子 OK 你尝试一下站立的地 把你的屁股往下往前跳 toting 跳起来 核心肚子 收住看 这样子 你就会完全站在阻力腿上了 那你就是垂直站立的 OK 从这边看 就是我的核心肚子 收住 我这就是核心站立 站住 然后我去移动盆骨 并不会去影响我的臀部或者是腹部的力量 所以你不要把它塌下去 要提住 OK 然后呢 我的凝转 你看我们有些时候 刚才说 右边的跨往右 按凝转 按说 凝转 那我的屁股不就出去了吗 看着我 凝转 屁股不要往里居 说的是转 不是出去 看 转 看到没有 转 推重心 挤压 推重心 落跟 推重心 收脚 推重心 OK 它其实还是在垂直的步伐上完成的 屁股不能往后居 好吧 有可能 你站不稳的原因 是因为核心不稳 懂吗 我们落完脚跟 推重地板 收回来以后 我的外侧身体 它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 就是 注意看 我内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注意看 这个地方有什么 看见没有 往里吸收 不要多 一点点就好 你要多了的话 你就很容易 如果我做多了 我很容易驼背 看到吗 OK 它不能够做到后背肩膀 它只是肋骨 所以当我的身体核心收住的时候 我手往前画 不要影响垂直 吸收你的核心部分 然后收脚转换旁边 所以我们从侧面看 当我收回来以后 我是保持我的垂直的情况下面 这样做也挺好看的 比赛还蛮多人这样做的 特定可以 基本步练习的时候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但不要做得那么夸张 你表演的时候 你按照你的心情 你可以随意调 好吧 但是你在练习基本步的时候 尽量保持自己的上半身平衡 用核心收住 吸收 收脚 再转换到旁边 好 第二个难点就是在于 转换到旁边这个点 就当我的脚收回来 我要摩擦出去的时候 因为它跟前进一样 它需要身体跟脚同时移动 OK 我们也许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多次 学基本步的时候 或者很多的老师 在教基础的时候 会提示我们说 我们需要把脚摩擦地面 heal down 落根 然后再把重心转移过去 这个步骤是对的 绝对是对的 是没有错的 但是当我们在和音乐跳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它的节拍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大部分这个时候的节拍 3 然后呢 and 4 1 是不是这个拉长的排级 我们没有一个什么 4 5 N 1 5 没有吧 对吧 OK 那音乐一响 特别快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连贯性 这个连贯性 它不是 1 2 3 4 不 它是1 结束了 所以当我们的脚收回来 我旁边的时候 我们要想象的力量是 一边落脚重心已经什么 在往那边移动了 好 这个时候 身体对抗怎么样平衡 注意看啊 当我的左脚往旁边移动的时候 我并不是直接挪过去的 不是 我会让我的左侧后背先走 看 就当我左脚往旁的时候 看 一边往那边走的时候 我的左侧后背 会刻意地往外侧 就是去了这个方向 靠过去 推动 看到没有 我的身体会有一点点的 拧转 然后跟随过去 那为什么我要让我的身体 往右旋转 让后背先走呢 我不能让我的肚子先过去吗 你看我的动作 2 and 3 回来 4 你看平的 你们上课有没有见过 班上总有那么几个同学 是这样子 2 and 3 and 4 1 2 and 3 and 4 然后你很难跟他沟通 周老师上课就见过很多这种类似的 所以说这个力量是什么呢 反的 比如说我要往左走 我的身体应该保持在右边 你理解这个意思啊 我要往右走 我的身体要保持在左边 我要往后退 我的身体要保持在前面 我要往前进 我的身体要保持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平衡 OK 时时刻刻让我平衡 那我的技术就可以很好地去诠释 因为平衡 就好像一根串 羊肉串 穿住了 这根签没有动 上面的肉怎么转都行 明白吗 但如果这根签是歪的 它就裂了 OK 所以当我们在前进移动的时候 我们的肉可以拧起来 所以当我的脚往旁边的时候 我要让我的身体的beddy way 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肚脐炎 我现在要往左走 我的肚脐炎要往右旋转 但是我的脚会往左走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靠我的胯骨 一边持恒 一边往右拧 先做这个这样的动作 and 就跟我们原地换动心一样的 and 好 在我and做这个挤压的时候 我让我的左脚微微的往左侧画动 看到 一边往右拧转我的胯 一边挪动我的脚 OK 这是第二步 一边凝转胯 一边出脚 OK 这不难吧 好 当你做到这一步以后 OK 你现在尝试 一边凝转胯 一边挪脚的同时 身体的重量 一点一点的靠过去 看到 一边凝转胯 一边出脚 身体的重量 一点点靠过去 OK 再试一次 and fall and fall 不要 and fall OK吗 就当你吸的时候 你还是要放的 吸 放 那个力量不就出去了吗 对不对 放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 收完脚 刚才不是吸吗 然后当我出脚旁边的时候 我那个气息 正好是放胯出脚 所以我要吐气 吐气 不是哈气 不要 哈 不要 你再哈一下 然后你们家里人 待会儿都静呆了 你在学跳舞啊 好可怕 所以当你吸完力量以后 你微微的慢一点点吐 戴动过去 然后当你的左脚脚跟落地的时候 就这个气息 落地 因为我身体在往这边靠嘛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的左手 要是顺着我左边的身体走 看到 那我就关上了 那关上 它其实看上去就很奇怪 你看这个姿态 不好看很丑 为什么 因为手臂跟身体没有对抗 所以这个手臂在哪合适呢 在这儿合适 看到吗 就是当我身体靠过去的时候 我的左手是从后 从后开始 打开的 好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业余的人 其实对于专业的来说 这不是个问题 对于业余的来说 这是个大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手掰不过去 他掰不到这里 为什么掰不到这里 因为肉太多脊柱了 是不是 开个玩笑 你从这边走的时候 你要压绑子 就有些时候 你在学校有没有被老师开过肩 或者压绑子 就是肩胛骨胸腔这个地方 要打开 对吧 然后当我的胯骨拧转的时候 我的手要经过我的身体以后 往后走 好 往后走的时候 注意看 我现在后背左边这边 是不是有个空间 这个空间要画圆 到前面去 看到没有 就落根的同时 落根画圆 到后面去 哎呀 这样子 然后当我们的左脚 经过地板以后 我们的手臂 因为它是往后的 身体是往右的 那这个时候产生的力量 就是最基本的一种对抗 叫做凝转 OK 你始终保持一种状态是 比如说我的身体是对右的 OK 好 那我的手呢 我的手就要对左 如果我身体对左呢 那我手就要对右 OK 当你的身体对左 我的手也对左 那这个就是同边 你看 2 3 4 是不是同边 2 3 4 不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我身体要过去 往右 对吧 手往右 没问题 但是 看我身体 要掰到这儿来 它得 2 3 4 看没有 它不是 2 3 4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那个手 为什么要经过身体 然后呢 往后走再到旁边去 所以手的基本步骤 你记住一点 它是不能够在我身体旁边的前面开始移动的 看 就是练基本步的时候 注意看着我 我现在站在侧面 我的手走的方向 比如说从前面开始 这个手为大家都练过 就从前面收过来到身体以后 我的身体要反方向转转 就是我的右边身体会更多的往前推 然后这个推让我的手臂 经过我的身体以后 超越我的身体 就是超到后面去 然后再打开 然后它要往前化了 我就要压肩 让身体跟它相反 所以手往前身体就要往后 你看 就反过来了 好那同样的 重复做 就是当我的手收回来 我的身体就要往前 当我的手要往前了 我身体就要往后 重复 就这样 你看 你看 你看我的姿态 凝 放 凝 放 凝 放 凝 凝 放